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老外看台湾 我是郝玉博 今天我们的节目连线到台湾 我们将采访台湾有名的舞台剧演员 陈又芳小姐 她最新演出的舞台剧 《淡水小镇》将在台湾上演 她已经在线上了 又芳姐 你好 你好 很高兴你来受采访 谢谢你 不客气 那你可不可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最近演出的这部舞台剧《淡水小镇》 《淡水小镇》是果陀剧场成立25周年来 演出最多次的一个戏 那我自己在里面一共演了舞版 然后历经了21年 21年演同样一个角色 这个戏的大概的主要的内容就是演一个 男主角女主角他们住在隔壁邻居 在淡水这个小镇里头 其实《淡水小镇》这个戏就像是一个 每个人身边会发生的事情一样 然后讲的也是人的一生关于生死 我觉得可以去思考人的一生 来到这个世上的一些无常 还有到最后看完戏 你会好好地思考你的生活 你的生命 然后会回想一下检讨一下自己有没有好好地珍惜每一刻 是一个很温暖的戏 对 21年前其实我是超龄 我还不到那个演妈妈的那一个角色 有人说我是老脸是摆在那边 就是从年轻就是一个老脸 我觉得是因为声音吧 21年后再演的时候 其实有一点感慨啦 就是忽然21年 现在演也是超龄 但是我觉得人生历练到这边 我觉得我现在会演得更好 因为很多戏里头真正的一些那个fear 我比较抓得住 其实要瞬间哭很难 所以会用到一些方法演技 就是利用技巧 比如说我现在这样 我忽然要哭 你看 你会觉得我真哭 其实没有 可是在舞台上比较远 我们就会用那个声音 比如说 像不像 一个像我的老外看这部戏的话 我可以学到什么东西 学到太多了 第一 我觉得台湾的一些民俗 比如说结婚的那个时候 我们有结婚的习俗 台湾人结婚习俗 例如说 新郎要帮新娘戴戒指的时候 台湾有一个习俗是 新娘那个手要这样子弯起来 不可以这样子 让她直接把那个戒指套进去 对对对 你不知道吗 那个叫做 不知道 这样子会被套牢 所以你要这样子 她叫戒指要这样子 这样子弄 对 这个是台湾的习俗 然后还有一些 台湾的习俗 我觉得你来看就知道了 你要不要来看一下知道了 你来看 我知道 右方姐 你是很有经验的一个舞台剧演员 那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 就是Hugh Jackman 他以前也是舞台剧演员 他曾经有一次在台上演出的时候 尿急 可是他 他这场戏快结束的时候 他必须飙高音 他知道他如果飙高音 他一定会失禁 但是他觉得演出完美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他最后还是飙高音 同时也尿在他裤子里 真的假的啊 所以我想问你一下 你有什么表演的经验 不一定跟他一样 可是也是让你觉得很特别 很难忘的经验 太多了 我觉得舞台剧最大的挑战 就平常身体的状况 你是控制不了的 比如说我曾经有那个拉肚子 就吸引得很快 又赶快要下台去上厕所 曾经有过 但是我觉得最恐怖的一次是 有一个戏叫做开错门中门 我是女主角 戏份很重 然后那个戏里头有一个道具门 旋转门 然后就等于是 你那个戏要进去 然后旋转之后就回到20年前 有一场戏呢 就是我要进去之前的上一场 那个门被那个上一个演员敲坏了 他应该是要拉开 就是把门拉开 结果他敲得太用力 就是门就卡住了 就拉不开 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到那场戏的时候到这边 完了 可是我如果不进去戏就不能演 你知道我当下怎么办 如果是你 你要怎么办 考你 我不知道我没有什么经验 对 因为我们舞台就不可能说 对不起啊各位观众 我们道具门坏了 你慢慢休息10分钟 我们休一下门 是不可能的 就是他刚会尿失筋是一样的 结果于是我就在当下决定 他本来是要拉门 我就把他往里推 等于把门推坏了 我还是要进去 就是那个当下 你已经是那种直觉反应是 我怎么样戏都要往下演 所以我就暗示台下的导演 我说这个门看起来怪怪的 就自己加词 可是我还是要进去看一下 就硬 然后这样子挤挤挤挤 挤进去 结果那个手还被磨破 这样挤进去 往下演 可是问题是你还不能分心 你要很镇定 你不能 你不能面露惊恐 你要很镇定的把戏演完 那个是我碰到最恐怖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没有让观众知道 发生了什么问题 只有工作人员知道 观众都第一次看 完全没有人知道 可是我自己已经细胞死了 这样死了一地这样 很可怕 曾经也和很多知名的演员合作 其中一位是张宇生 可不可以和我们观众分享一下 你和他合作的经验 其实跟小宝张宇生 大概合作了四出戏 21年前的淡水小镇 他演我儿子 也是他第一次演舞台剧 然后跟他合作 我发觉他完全不是大家想像 萤幕上的那个样子 你们都被骗了 他一点都不是那种规规矩矩 他是很爱搞笑 然后很喜欢说笑话 其实话也蛮多的一个 我觉得是大男孩 然后我觉得他好真哦 好纯真的一个男孩 很单纯 然后再来就是第二出戏 演一个喜剧 没有想到他愿意来演一个 很搞笑 很没有形象的一个喜剧 然后那一出戏之后我就跟他很好 然后其实他出车婚那时候最后带回家的是我 就是对对对他带我回家 我发觉张宇生是一个很棒的朋友 我讲一件事好了 完全幸福手册 就是张宇生在果头第二出戏 然后那一出戏手演完之后 报纸上有一个剧评 把我讲得很好 什么什么未来剧场的一颗 什么什么重要的明星 但是把张宇生说得比较不太好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 哇报纸上这样讲 张宇生会不会心灰意冷 然后我就想说不行 不能让他看到这报纸 万一影响到他的心情 因为说他不好 于是我就把报纸都藏好 不让他看到 没有想到他那天一来 看到我就说 佑芳你没有看到报纸吗 他把你写得很好 我说你知道了 我还把报纸藏了起来 不让你知道 结果他说 我说可是把你写得这样 他说没有什么 你本来就演得很好 他非常的为你高兴 他完全都没有那种一点的嫉妒的心 从那次之后 我发觉这个朋友可以教 他是一个很愿意替朋友感到开心的人 因为他是一个好棒的人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人 我很喜欢台湾的一部偶像剧《痞子英雄》 哦 那您在里面也演北区分局的局长 我怎么知道他话都还没说出了 碰了一声 头上全部都是血 我 居然你要相信我 我说的都是真的 有没有什么故事 或是有趣的东西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那个导演很残忍 对 我第一天去拍 就直接叫我演一场哭的戏 女儿被那个枪杀在那个顶楼哭 就是女儿躺在那边我要哭 第一次去 前面没有前面 对对对 林可乐死 对对你有看那一场 然后我前面不知道干嘛 后面不知道干嘛 就直接来那一大场 然后下面躺的不是林可乐 是一个工作人员 还在那边 耶 那个气氛你是哭不出来 可是导演是需要你去感受那个气氛 大热天顶在那个三十几度 然后又热 然后你 导演还说 你这个地方要不要哭得再多一点 然后怎样怎样 可是你完全没有那个气氛 不是像舞台剧 我们刚好到这边气氛酝酿到 你可以哭 我怎样 没有 然后就很残忍 他说 又方姐不好意思啊 今天就是你来第一次 就直接演这一场戏 我心想对很过分 后来我觉得我还是克服了 但是就一个演员而言 我觉得很难 你必须要达到导演要的东西 然后导演希望你哭 但是又要压抑的哭 因为你是分局长 你不能像欧巴桑 呼天喊地 可是又要觉得你心很痛 又要去顾忌到你的身份 我觉得蛮难的 然后还有就是导演要求很高 有一场戏 我就不知道导演到底是怎么了 他就是花的时间很长 有一场戏 我的手要去拿钥匙 他就说 又方姐 你可不可以带一点情感 请问什么叫做 手去拿钥匙带一点情感 手去拿钥匙要带一点情感 是这样子带情感 还是这样子就带情感 他的意思是说 要犹豫一下 所以他连这个东西 就是要求得很细 所以我们拍 拍得好慢 可是这个戏真的好看 我觉得 跟蔡导合作 我觉得如果是新人要演戏 跟蔡导合作太棒了 蔡月新 他们一直磨 我觉得赵又廷 这是他的第一出戏 我觉得还好他就演这一出 因为导演有在 一直现场在磨他的戏 一直在磨 需要磨 对 还不错 这感觉还不错 我记得在第一集里面 你从北区分局出来开枪 陈兰远 这种画面你有没有拍过吗 这是什么 没有拍过 好恐怖喔 那是真枪你知道吗 是吗 非常重 对 然后我打的是空包弹 就是说他还是枪 只是没有火药 可是那个空包弹 其实后注力 它也非常强 我是戴着耳塞这样子打的 然后那个摄影师是 全部蒙住 因为那个有那个 还是有那个爆破的 那个东西会受伤的 就他整个蒙住 就那个镜头没有蒙 我就把那个镜头打裂了 你知道吗 然后那个 对 我就碰一下 可是导演没有喊卡 我就一直啪啪啪 就把他那个 前面那个镜头 前面有一个目镜 把它打破了 然后摄影师被我那个枪 打受伤了 他全身都蒙了 黑布喔 就是那个眼睛还没有蒙 我就啪一下 就很不好意思 镜头也打破 然后他脸也受伤了 就是很近距离的对 然后就那个 那个空包弹这样打 大家都不知道 你看多危险 真的 你还记得那场戏啊 还记得 我还喜欢 我最喜欢是广告 因为钱好赚 喂 你是谁啊 哇 你又认识他 这家又是谁啊 你看一下 他是谁啊 你又是谁啊 你广告你就拍一天嘛 而且钱是真的很多 然后舞台剧 我真的是超爱 但是讲真的 他的那个压力很大 我觉得我每一次演出 就会害怕自己的身体状况 我曾经演一个戏 重感冒 然后就是一直咳嗽 然后话都快说不出来 然后气喘 气喘 而且我要歌舞剧 我要唱又要跳又要演 我就觉得在舞台上 我觉得我真的要死掉了 然后气已经吸不到了 可是就是觉得很过瘾 因为观众的反应是直接的 你觉得那个成就感 观众那种全场起力鼓掌 那个是电视电影没有的 那是广告没有的 那个是一种成就 然后在那么漂亮的剧院 然后这样子全部 观众鼓励 你知道那个 那虚荣啊 跟成就 那个是跟电影不一样的 我觉得那个不一样 讲真的 我最爱舞台剧 但是体力真的要能够 很应付 然后你要那个抗压性很高 尤其你的身体要保持一个 最佳的状态 但是我觉得我今天能够在广告 或者是演电影 电视 我觉得我的基本功是在舞台剧 培养出来的 因为舞台剧那么难 你都已经演了那么难的东西了 广告 简单 电视 NG 小case 电影 错了重来 所以我真的觉得 演员如果从舞台剧开始 其他都变成好轻易 但是我喜欢 但是我会 我会做各种不同的尝试 我觉得有的时候转换一下 就是舞台剧压力大了 然后去演演很轻松的电视电影 拍个广告很好 然后再回来再演 我觉得都去 都去 都喜欢 那好的 非常谢谢 又方姐和我们分享 这些有趣的表演经验 谢谢 对果头剧场的淡水小镇 有兴趣的朋友们 请你们上网查询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我们在台湾 6月13日 10次在台中的中山堂 然后6月19到22日 在台北的国家戏剧院 来看一去 真的 好好地感动一下吧